《禅宗的教育法》 所以《禅宗的教育法》 刚才告诉你真作丰富 不要喜欢听这些 所以《禅宗的风趣》 《禅宗的幽默》 《禅宗的王俗》 《禅宗的别愣》 《禅宗的哲书》 《禅宗的哭书》 还要有你写博士论文可以写一两百个题目 就博士论文的题目 多的是 真的不相干 真的惨重 要自己修正到了 识别一举一动 说扬眉送目 就是 那扬眉 就是眉毛眨一眨 挑一挑 眼睛眨一眨 他就懂了 扬眉送目 即是 所以还有个禅宗啊 唐代还有个 宗族 一个太子来出家里 到了 龙坛禅师 在龙虎禅师那里出家了 龙虎禅师他有一天修持用功很好 跪下来问师傅 师傅 师傅啊 父法那么多 我请问一个问题 他就问啊 祖和祖师西来一大摩祖师来传传中传来的什么东西 这个师傅怎么说 手指门口外面有一座山 我们中国老规矩 我们中国老规矩 大门外面一个山摆在前面叫做暗山 桌子一样 等于我们坐在这里前面有个桌子 他说你问这个吗 等暗山点头时 这边讲 那这一辈子 一百辈子也没得希望了 哎 可是他就开悟了 在暗山点头的时候 再跟你讲 就是这样开悟 就问你们说说看青年同学 在哪里开悟家 啊 啊 不要开气嘛 你不开悟也口已经不讲嘛 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咱们暗山点头 才说点头 头一点 暗山 哪有点头时啊 哎 是答复他这样的句话嘛 才说点头 头一点 暗山 哪有点头时 就在这里 就在本位上 我们 我们 现在 点声也迟了 故事也听了 整天是第二天 第三天 很轻松啊 这个不是打气 要打气 你们两个腿受不了 不是这样很轻松 整天你看 快乐 吃中日有花红 下周 座位摆好九几圈 又是一个星来了 又要吃点星了 行不行 诚不行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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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